我愛翻尋味, 吃到漂亮漂亮 天氣好熱啊! 我要吃菇條, 我要吃點菜 嘩, 你不要這樣吹啊 但是很熱啊, 這個天氣 當然啦, 我煮個糖水給你吃 清熱燒暑啊 Let's go! 今天天氣這麼熱呢 就和大家煮個糖水 潤一潤啦 木瓜、雪燕和雪耳 木瓜燉雙雪 雪耳, 先浸它 浸發它 這個雪燕呢 一樣是, 浸著它 最好是用和暖水 雪燕呢, 浸的時間要長些 它會發到一比二十到一比三十倍 浸到它, 浸到它 起散了, 滑了 這樣就可以了 大概是一個小時左右 找個不要太熟的木瓜 削好皮 然後滑了些銀 木瓜放到山泉水裡 然後呢 然後呢, 我們處理雪耳了 把釘 起出來 這樣就切開它 冰糖是根據自己的口味 我喜歡吃甜一點的 所以我加多一點冰糖 這個時候 還有一個關鍵點 除非是糖水 記住 一定要放一點點鹽 甜一點的 你不信試一下 封住保鮮紙 它 鎮兩個小時 嘩 夠用了 甜甜蜜蜜 很適合這個夏天 這個夏天 還想吃什麼糖水 在評論區告訴我 是粉絲就點讚 我愛翻尋味 吃到咪咪咪咪 我愛翻尋味 每天都咪咪咪 嘩, 今天很開心 今天很特別 我們每個人都站在不同的地方 但我們距離很近 我又… 佛福, 我們現在在哪裡 雲安 麥南 羅町 在雲浮這些地方 我們都站在… 都很近 當然… 我們身後那裡 這個叫和諧泉 對… 和諧泉 顧名思義 是一個融會 和諧很和諧的地方 沒錯 但這裡好像在山上 裡面流了很多泉水 有一個… 這個泉眼 這個泉眼 是… 長年、旅月 24小時都不停 而且… 那些水… 那些山泉水 很清澈 當然… 什麼叫和諧泉 其實我看到 有三個不同的地方名字 是否有代表的呢 是一個羅町出水口 是… 屈藍 還有雲安 是… 有什麼說法呢 那和諧到什麼程度呢 幾百年、幾千年的歷史 一泉… 潤三丸 噢… 一泉潤三丸 即是這個泉眼的水分別 就是… 貫通到不同的地方 這三個 沒錯 但我知道 這三個都是雲浮的地方 是啊… 但上面有一個… 有九吋、有七吋 那是什麼意思呢 那… 以前有一個說法 是… 要遠的人口分佈 現在沒有這些東西 即… 那個遠越多人 沒錯 然後就越闊了 對 現在沒有這些東西 就是什麼叫和諧泉 哦… 還分大小 沒有的了 卡夫 即是今天我們來到這個… 三個地方 會聚的地方 是… 那我們今天在哪裡找東西吃呢 當然在那邊 今天來到雲安 雲安嗎 雲安嗎 對 攬一步就到了 哇… 那些泉水真的很清澈 哇… 哇… 洗手很舒服 涼泡泡的 哇… 那些水很涼 好甜 哇… 你喝了嗎 有什麼… 這麼漂亮的水你不喝 哇… 果然是… 好山好水 哇… 泉水這麼漂亮 不如我們用一個針 來入山泉水回去 煮個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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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好啊 好啊 來到這個白石鎮 一定要嘗嘗這個泉水 因為它流向三個不同的地方 印入了無數的村民 剛才我們拉的時候那個和諧泉 那你覺得可不可以 用來煮一鍋靚湯先 嘗嘗嘗吧 準備什麼材料 清糖 我一斬就知道鴨是否漂亮 是嗎 淋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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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代表鴨老魚不老 老的鴨 越老的鴨 骨是越軟 等一下 注意鴨頭 要注意一下鴨頭 這樣開 硬起來 是 這就是鴨舌的部分 鴨舌的部分 鴨舌的部分 鴨頭 慢慢鴨 斬好了 現在的時候 一定要配這個 冬瓜 冬瓜 夏天 鴨通常都是配冬瓜 這個好像一個固定搭配 冬瓜 鴨 二米 水鴨 是最漂亮的 鴨就飄好水了 鴨都準備好了 對 山泉水 又準備好了 我們放在鍋裡 好 放在鍋裡 放在鍋裡 放在山泉水 放在山泉水 最重要的步驟就是放在薑 薑是不用切片的 輕輕拍一拍 大約四匙 煮到一個小時的時候 放在鍋裡 煮一個小時 然後放在鍋裡 這樣就可以了 再煮幾小時 煮半小時 半小時 一個半小時 我們就有點應通喝了 哇 這口湯很漂亮 漂亮 是 就是這個泉水 新鮮 拿回來的 當然 這個叫和諧泉 冬瓜鴨 這口很鮮甜 這口湯 雲浮這裡 一泉就潤三軟 對 有這個羅定 屈南 沒錯 雲安 對 嘗嘗這裡的泉水 哇 清甜 水煮出來的湯 真的是零食不同 是 而且這裡的食材 新鮮靚 現在正在吃瓜 冬瓜 鴨 就非常漂亮了 再加上這裡的 本地的鴨 是啊 鴨也是泉水的鴨 當然啊 再加上泉水 有豐富的礦物質 嘩 文文 是 說就說了 除了這東西 你還想吃什麼 嘩 一場來到水這麼漂亮 這個湯水就喝完了 泉水這麼漂亮 不如來看看那些 水裡面有一點 好東西 好 舅父 貓王 你這裡一路走過來 當然 不像這條村 整個公園這麼漂亮 嘩 這裡厲害 白石的石底村 石底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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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種養全部一應齊全 好 魚塘 當然 很大的魚塘 嘩 這些不是死水 是生水 即是生水流下來 是的 通常這個 這個湯裡面有什麼魚 這些魚 通常這裡 多數都是養四大家魚 是的 什麼大頭魚 是的 沒錯 這個機器是什麼 這個機器是頭鳥機 因為他們的魚料 都是自己加工好 然後再餵 所以這個魚是特別漂亮的 因為你就知道 魚在這張棠有幾萬斤魚 嘩 嘩 怎麼 想不想起龍 看我 嘩 嘩 看到嗎 這個頭胃機 射了很多魚糧出來 很漂亮 果然這裡的大自然環境 非常漂亮 又是山水出來的 所以這個魚塘養的魚 也很漂亮 當然 很大條 大大小小的水都來了 嘩 嘩 真是大大小 嘩 嘩 三馬 嘩 這些羅菲 六七斤重一條 是 還有大環魚 真的很三馬 凌魚也有 凌魚 厲害 厲害 這些魚有七八斤重的魚 是 剛剛我們餵完魚了 現在等魚來餵我們 對 走吧 做幾道菜 走吧 包王 剛剛我們在魚塘 魚塘真的非常多魚 什麼魚的魚種都有 你選了什麼魚 大龍輝魚 嘩 大龍輝魚這麼大 這條大約幾斤兩斤 這條有四斤 四斤 通常我們吃的都是小小條 這麼大條 那你怎麼做 做營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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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魚兩吃 和營米一起去 魚頭魚米就留給營米做營米 魚骨也留給營米 我是魚頭魚米 那我就要魚魚的肉 做營米 做營米 給你們吃 是 其實在這條魚骨 有沒有什麼講究 就是不同 就是 要一條魚的中間 不用從後面起上來 兩條魚 已經起出來了 是 留給舅舅 好 好 那是怎樣做就怎樣做 好 那這條魚呢 我們準備一下 這是什麼瓜 這麼有趣 未成熟的西瓜 未成熟的西瓜 我以為那些什麼迷你瓜仔 對 是成熟的西瓜 炒魚片 嘩 它有點像我們平常吃的節瓜 尺寸 沒錯 我們就切對半 哎呀 真的有點紅 嘩 真的喔 準備紅紅的 有點像斑石榴那些 雞屎鍋裡面的顏色 那要切成什麼形狀 切絲還是切狗 切片 切片 一陣子就用 順德炒魚片的方法來炒 魚一定要切片 又是切片 關鍵呢 就是 捲 入一下就可以了 算 都是 入一下 對幾下 是 那這 我們就拌好 哦 拌好底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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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鹽 是 糖 嗯 那你就放些生抽 是 我們就拌好 拌好 嗯 那你就拌好一點生抽 嗯 有什麼作用呢 嗯 將它裹著魚質 好 水分 讓魚更加滑 加油 是 好了 萬事都齊全了 那你就 首先這隻鑊 先下油 嗯 那魚片這大鍋 就是2-40秒 7層熟 是 那你就炒瓜 這個西瓜炒到8層熟 到9層熟 就把魚片和西瓜一起混入 是 混合在一起 一起混合 然後有一層的白酒 蓋過 是 嘩 這個天谷湖魚 魚塘 沒錯 裡面的魚呢 真是大大條 羅菲都特別大個人 它用當地那些 嗯 有多偶質的食材 是 就像西瓜 嗯 這裡有些 羅菲魚 哇 這個羅菲魚真的很好吃啊 好吃嗎 嗯 你試一下這些更好吃 很清甜 哇 這個西瓜仔 西瓜BB 嗯 西瓜就吃一刀 我們通常都是當水果 吃 它跟黑毛瓜味道不同 但它的口感不同 是否很特別 嗯 嗯 聽到聲音嗎 所以呢 很舒服 食材搭配是最講究的 嗯 當然可以 真的可以 這道菜 就是它的西瓜很神奇 它外面這個位置 它的瓜肉的位置 好像在吃冬瓜 折瓜那種感覺 但是它的瓜皮很爽口 你吃下去很爽口 脆皮 因為它控制 火候控制得好 嗯 再加上魚的肉汁 加上料頭的香料 一搭進去 那就來不到西瓜 有口感就好 哇 真 想不到這個羅菲魚 煮西瓜這麼好吃 這些叫創新菜 嗯 我們是貓王幾十年功底的 是 那舅父 剛剛貓王煮羅菲魚的時候 特意留了頭、尾 那些給你 沒所謂 什麼食材到我手 都說是好菜 那只有頭和尾 那不就煮湯湯 再喝一下 欸 又好啊 哇 舅父 你又說煮個魚給我吃 煮到反花叉都好 所以說你真是 黃花菜呢 在鄉下種起來 土地漂亮 特別之肥壯 你想做黃花菜 摘了火之後 蒸魚還是滾湯 蒸魚滾湯 那魚肯是一味的 湯 不如另外 好嗎 那我頭尾滾湯給你吃好嗎 也好啊 黃花菜做湯底 原來這個就是黃花菜嗎 黃花菜呢 你要摘到這個位置 是 那現在是不是還沒開花的 不用開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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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黃花菜就多吃了 是 今天是新鮮的 新鮮的 是啊 黃花菜滾湯 多摘回去 是 嘩 舅父 你又好 是 留點骨頭尾給我 不關我事 是貓王 他說留點魚頭魚尾 魚骨給你 無所謂 這麼漂亮的黃花菜 我沒拿來煮湯 是 是 那這條魚呢 那些位置 你就一定要 處理它 知不知道 如其的部位 是啊 因為它的骨頭 就很硬的 嗯 如果你不處理它 那就很難 是 很難煮的 煮完之後 吃的時候 嗯 就要很小心 是 這樣 那把它這裡位置 是 這個位置 一開 一定要把它 拿出一隻骨 知不知道 即是魚腩的部位 以及魚背脊 分開 然後呢 魚頭又分開 就把頭部的部位 在這裡 一二三 開了它 通常用來煮湯 會不會切大塊 湯呢 大一點 那些 那些 你就不用要它 哦 然後在正中間 開它邊 一下下去 嘩 這樣就可以了 整個魚頭 又找到你了 你看 那是塊肉 來的 一 三 這樣就可以了 好了 那就可以了 好 哦 我可以 那就是 天黑水就有了 是的,煮到奶白色,然後拿上來調味,這樣就可以喝了 那花放進去煮多久? 花很快的,一放進去就開了 大概一分鐘左右就拉起來了 起鍋就可以了 就這麼簡單 好 阿文文 是 嘩,這個奶白色的 你看,這個黃花菜多漂亮 嘩,這個魚漂亮 我都沒試過,沒試過這個黃花菜 真是第一次試 新鮮的黃花菜是 就特別不同,覺得口感 嘗試一下 是,很滑 是嗎 這個黃花菜很有趣 有一點吃到大黃花的感覺,很滑 都是同一種科別 原來如此 但這個是新鮮的黃花菜 其實它算是花還是菜 它用來做菜就可以了 用來金針蒸酒地雞就是它 黃花菜 金針叫法不同 這個新鮮的黃花菜 是 乾了就叫金針 原來金針菜就是這個黃花菜 就是它 我覺得 好像新鮮好吃很多 新鮮的吃法和乾的吃法 是兩種做法不同的 所以 我看就有特殊的那種香味 是 新鮮的香味 對 如果你拿乾來這樣煮湯 它又不好吃 所以 食材答案 一定要說 一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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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棒 這口 黃花菜有否有清熱解毒的成果 黃花菜最大的營養價值 可以 你知道嗎 是 凡是花和木耳之類都可以抗複射 是 是 它花品豐富 但是我們人體需要的就是它 是 平時我們很少吃到 專門用花來炒菜 因為我們平時看到的花 通常都是養眼 用來看的 但現在我們看到這個黃花菜 它裡面真的好像有八合花 那些花蕊 剛剛我們看到 是 因為我們 辣一搬一搬 五湖四海去 真的這麼容易得碰到 有黃花菜 新鮮的 算是好東西的 其實這裡好山好水 白石這個地方 白石鎮 可以說是人結地靈 沒錯 所有的一些農作物都種植得非常漂亮 因為這裡土地肥沃 氣候也好 是 基本上我這裡 看到非常多品種的 西瓜 還有果 很多水果 這裡都是盛產的 總之龍林木 完全豐富 所以今天來到這個地方 非常舒服 又可以呼吸一下新鮮的空氣 沒錯 吸收一下大自然的氣息 對 所以今天吃得這麼開心 是時候要多謝 雲浮雲安白石鎮人民政府 對本節目的大力支持 謝謝 謝謝 也要多謝舅舅 帶我來你的家鄉 吃得這麼漂亮的東西 也要多謝貓王 繼續煮多些好東西給我們試 沒錯 大家這麼開心 一起叫他口號 好 3 2 1 我愛花沉味 由頭吃到尾 拜拜